大家好 欢迎回到眸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节有个许禅 另外还有我们的新西兰 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节回来说这宗国际新闻关于法国 真是相当夸张 已经连续三天三夜的暴动 现在搞到有超过600人以上已经被捕 记住是暴徒方面 警员受伤方面 据说都超过200人以上 一宗事件触发了这么大规模的暴乱 这个是不是法国的传统呢 其实这次是特别厉害的 过往来说都经常发生的 小小事情发觉很多人都冲出来打炸抢烧 真是看到都很恐怖 因为这样的国家 究竟是怎样管理的呢 我都有时很想问一问 这位法国总统马克龙先生 你究竟是怎样做总统的 就着这几天的暴动 搞到事态这么严重 再下去来说 可能更多的无关事的人 无关事的店铺 无关事的建设 无关事的死物 都会付诸于一句 这班人已经是失控了 当然这班人以正义的函头 来说自己正在做的事 就是为了我们现在画面看到这个 最后发觉 非裔的少年 他就叫做尼尔 什么事呢 为什么呢 较早前 刚才台湾提到那些暴动 弄了很多回合的 就是关于他们的年金 搞错 要压后他们的退休年纪 这样那样 路有乱 出来又要做暴徒 要暴动 又放烟花 又这样那样 那次他们是为了自己的未来退休生活 或者对于自己公不公平 你间接地都可以说他们为了叫享乐 今次 就另一样了 什么事呢 这位非裔的少年尼尔就说 在今个月27号的时候 上周大约8点左右 话说他就开车 经过巴黎近郊 的一个小城镇 在某一个路段的时候 就有警方拦截他 话说 他就疑似 不是很配合 当中 是怎样不配合呢 暂时 就没有太多的 实质 的资料 给到太多大家 如是者 警方呢 警方呢 当然就叫做好猛证 说他叫做不配合 如是者呢 警员呢 就近距离 请他吃莲子羹 真是神经病的 你怎样可以 去射人才行呢 对啊 再加上呢 刚才也说到啦 这位尼尔呢 只不过只有17岁 当然 人们可以说 不是啊 如果17岁的话呢 如果暴力起来 都可以叫做很夸张的 不如记住啊 现在警方呢 也都没有说他有炮啊 或者有武器啊 或者有些什么啊 只不过呢 说他不是很肯配合 如是者呢 你便 还要是近距离那一只呢 就请他吃莲子羹 令到他就 贵天啊 如是者呢 就引起了全国的公份 啊 因此呢 哦 就不单止巴黎 其实有不同的地方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 就举起 之旗啦 就是正义什么 正义密密的 就说要抗议警方 濫权和种族歧视 那这些呢 真是 不方不警暴啊 就是濫用他们的武器 这样去对付 这些手无串铁的少年 那如果你真的 说是对准警方 就是这些 这样的做法 你说有游行啊 或者去 一些警察的执法机关 例如在他们的门口 在那里 或者拉这些 banner 其实呢 这样来说 没有人会 说要拘捕你的 我意思是指那些市民 你是想为这个地益去平反 或者为他发声 这个其实是OK的 但是如果呢 你们将那个仇恨 直接是勾起了其他那些 种族歧视的问题 或者过去来说的不满 或者怎样怎样的那些 一眼就一声 所以令到很多不同的城市 他们的警察局 例如市政府那些的大楼 银行 银行都关系 甚至乎 学校都要 bbq 街边的车都要 烧 就是他说要告诉政府 我们的不满 我们呢 就是那种的 愤怒是怎样的 其实不关街边的车的事 嗯 甚至乎 有些人就向那些 超市拨爆的玻璃 我看到最新最夸张 在推特其实有很多这些影片 甚至乎 连图书馆都烧了它 烧图书馆干什么 Sort的 里面有很多年物件的 书都烧了就没有了 是啊 因为我见他们 是烧的其中一间 的图书馆 是相当之大间 在某一个城镇来说 是相当之著名的 相当之大间 哇 我看到那间图书馆 红薄薄 里面就 就是 那些灯不会红色的 他们不断扔那些汽水药多弹字 或者扔一些 异言物品那些 所以搞到里面 其实关于图书馆什么事呢 是很令人心痛的 就是一个 文化底蕴 那么好 那么有 那么多的历史 或者很多不同的 文化气息 很好的一个地方 竟然那些暴徒 因为这件事 走去烧图书馆 不是白痴的 不要够了 你乱来的 根本有一帮人 其实就在法国 可能平时生活都不如意的了 就借着这些机会 来发泄的 其实就跟这案子没什么关系的 是一帮暴徒 自己闹事 这是我的看法 那很明显是真的 如果你去到 连银行 或者一些 不关事的 商户等等 你都要去 拨打 要去整 要去发肆你的不满的话 那已经是 超出了 应有的范围 是不是 就是连 什么一般的建筑物 那些都要这样 去搞 这个 没有可能的事 那为什么他们会 搞这些 游行 有什么的 说法 就是要 去悼念 这位 17岁的少年 就是说要悼念他 竟然 就命桑 在这位警察的手上 于是者 在这又是游行 就是去到 后期的话 又是入夜的时候 就好像 其实较早前香港 那些就是这样 当那些 正常的游行 完了之后 跟着那些暴徒 就着了 那些衣服 着了 那些装备 之后 就开始 叫做 离了 那现在 已经到了第二次 因应这些全国性暴动的情况 要开一些有关于危机会议 甚至乎 连黑炮特警队 国家宪兵特行队 已经去到不同的城市 甚至乎巴黎周边的市镇 都要去消禁 有些北部的城市 都说要禁止公众集会 已经说到那些商户 不单止是被破坏 有些是被人抢占卢 抢卢后再烧着你 很明显这些人将自己 说过去的愤怒 社会对他们有很多不公平 其实人性是这样的 可能你看到 为什么他们这些店铺 这么快的 或者这么好生意的 再看到自己 可能因为 膚色的问题 那个种族的问题 可能 变得 没有那么公平 我们有时去巴黎 你去旅行都会看到 很多那些 非裔人士 或者有膚色人种 他们很喜欢一大堆 在火车站 在那里闻闻闻闻闻闻 又不知道做什么 你看到他们又不用上班 又不用工作 整天都有一群 聊天 吹水 游早吹到晚 吹到这样 然后又不知道去了哪里 三五成群 一堆二堆 不是歧视他们什么 你说正正常常 如果你真的叫他们有工作 有工作的话 你怎么会有空 在火车站 蹲着 吹水 是吗 是的 就是很多这些盲流 这么说盲流 或者是流云 无所事事 中日就是可能 靠着这个 湯克拐片来维生 维持生计 甚至乎行黑 到预起有大事上来 大家一起 就冲出来 借机闹事 其实整班人 你可以看到 法国就是 太多这些人了 有时候我觉得 法国 在我的 或者是 大部分人的眼中 是一个 很 先进 又很浪漫的 国家 对不对 而且 法国 红酒 又非常之好喝 但你小想不到这个国家的现状 发展到今时今日 是很多很多这些 大大小小的问题 种族的问题 已经变得非常之沾云 一件这样的事 一件这样的意外 究竟是不是意外 现在 都没有人说 能够说 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的就是 社会上有大量的人 对法国政府 非常之不满 无论 发生什么 社会性的事件 也好 只要在一件大事 有时连 踢球赢了 都可以闹事 都可以造成暴动 这么夸张 这个国家是这样的 那先说回 相关的警员 就是 请食莲子羹那个 见到法国内政部的部长 都出了来说 为了防止这个冲突 叫做再升级 已经在全国各地 就部署了大约4万警力 而这个 相关的警员 其实已经将他逮捕了 亦都以故意 杀人罪 就接受着调查 其实 你看到那些人 仍然好像叫做未满意 其实你想怎样才叫做 应该要满意的 应该要的 是呀 要收手的了 你搞这么大件事出来 你要想怎样呢 你是不是要 国家完全崩溃呢 你看到那些人 其实是很憎恨这个国家的 有一大群人 一大群人在法国的人 是很憎恨法国的 只是每次都是 凡是一些社会性的事件 就借机冲出来 倒乱 就是这样 刚才唐人这样说 也不无道理 老实说 这位少年的事 关于Like 什么事呢 我看到一些片段 那些人是冲进Like 里面 抢球鞋 不关你这些事 打住一个 正义的牌头 但是就跑去打劫 抢东西 抢东西 这些已经超越了你们本身 那个叫开口卖口 又说什么正义 是的 这位少年有这样的遭遇 警方是需要负责 这个是没得去争论 这些是没得去推卸责任的 所以一定要是 将那个警员去逮捕了 当然有些人就会说 这样怎样会慎防 不会再有下一次呢 是不是要从根本的制度 要去改变呢 如果你这样的话 可以大家坐下谈 而并非 是要这样去暴动 甚至乎去BBQ 那些东西 甚至乎暴动的情况 蔓延去到比利时了 去到比利时了 蔓延到旁边的国家了 真是不幸运了 现在马克龙也出来说 也有谴责 记住 他是有谴责的 他有谴责警方的行为 所以 也有呼吁大家要去冷静 面对着这位尼尔的小朋友的离开 引发了大家的情绪 所以要大家冷静下来 即是说 好几个小时内 要针对一些人 你们向警局所使用的暴力行为 真是太夸张了 如果你蔓延到去到学校 其实 某程度上来说 马龙说的 你和国家对抗 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你说为一个17岁的少年 伸张正义 为什么你去到学校也拨打 那些小朋友就不关事 那些小朋友就没有书读了 就是回不了学 是不是 我介意 不会想这些事情的 这些暴徒 这些暴徒根本是借机生事 根本是毫无道德可言的 这班人 如果我是马克龙 我真的要镇压这些暴徒 但是如果镇压的话 很可能会引来更大的骚乱 所以再下去的话 要将这些人叫做戒开 我们看到 这位 离开了的小朋友 他妈妈 也有就着这件事 在法国某个地区 就有去搞一些游行 抗议 也有去接受媒体的访问 也质疑这宗案 是不是有种族主义动机在背后呢 那时候他妈妈带领的这宗 游行大约到6000人参加 只是表达对警方的不满 就没有说要 大头叫人去拨爆些什么 或者大头 就说要拆了警局 还是怎样的 你说如果你真的针对警方的行为 要去移动 对于警局有什么的做法呢 这个呢 都叫做通小小的 如果你说 去到学校你都移动了 图书馆你都没有了 我真的 百思不得其解 所以这件事 变成法国方面 那些潜在的根本问题 有时大家去法国旅行 购物shopping 拍照之外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有时会看到 那些枯色人种 他们在买纪念品 还是怎样的 有时真的 很难以接受的 他们可能又会 兇你买 或者可能很恶 或是怎样的 或者拿着一堆东西 有时有些人 挺不安的 那么麻烦 怎样都好 或者有时你在巴黎 你搭地铁的时候 你搭搭一下 突然有些 但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我不是歧视这些枯色人种 但不知道为什么 见到都是他们出手的 或者走来 黏着你 一起过门 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 希望他们在法国方面 冷静一点 没关系的 冤有头债有主 就不要连别人的 车也烧烤 这里真的太夸张了 我想离开了那位小朋友 他也不想见到这样的情况 他妈妈也不想 将整件事 那个焦点 变成了破坏社会 已经超出了 本身要为儿子 甚至乎 那个种族问题 这些种族主义的情况 如何处理 如果将整件事 变成模糊的焦点 就会 等于 上当年 逃犯修订条例 逃犯修订条例 就是逃犯修订条例 有什么反送中 然后变成了 双普选 林郑月娥落台 还是什么 越变越夸张 根本上已经离天万丈 其实 你看到两者之间 都好像隐约 好像有点连近 台仰 我也觉得是 有点 意思是变质 不是以起点 先说清楚 希望法国方面 尽快平息 这件事 无辜 真是很惨 好了 今集 我们先来到这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